看起來有17個功能小組 那大概有十幾個政府部會局處都在處理反恐的工作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 似乎這麼龐大的這個組織應該是滴水不漏 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先請問二位覺得這樣子的組織是否 以目前的狀態來講是否算充分 目前為止運作還算暢順 嗯 好 石主任也是這樣 是 好 所以我想整個這個反恐的政策 我們回到源頭來看的話 是由哪一個部門來研究這些恐怖組織呢 因為大概有十幾個政府部會局處 所以我想請問 負責去研究這些恐怖組織的是哪一個局處或部會 我們都有 十幾個都一起研究 我想一般的政策 台灣一般的政策在進行這個研拟 應該都有專責的啦 每一個部會他負責什麼事情應該很清楚 那十幾個部會同時研究反恐我覺得應該 這樣的話聽起來會有點疊床架霧 那但是我是不是可以了解至少兩位的這個部門應該是比較專門負責這個源頭的這個研究吧 其他比較是執行面的吧 我們是負責情報收集 情報收集 所以也就是哪些單位算是恐怖組織 對台灣可能會有威脅的這種情報應該是由國安局負責 好 那所以我在這邊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世界上公開被認定是恐怖組織大概有多少個 目前的主流是ISIS還有凱撒組織 是 目前其實在世界各國大家公開認定包括聯合國在內大概有100多個 140多個 所以我想我在這邊會從這個角度去問 比較想要強調的是 畢竟恐怖犯罪恐怖組織跟一般的犯罪組織其實不一樣 所以我們要掌握這些恐怖組織的源頭 這一點是比較重要的 那我得到的大家的報告比較是屬於如果發生恐怖攻擊 我們要怎麼處理 但是我們都不希望發生嘛 所以與其去討論發生了恐怖攻擊怎麼處理 每一個這十幾個部會會怎麼樣反應 我覺得不要發生是比較重要 因為它動輒會成千上百的人的傷亡 然後造成社會很大的恐懼 所以我在這邊以這根據現在在網路上面各國政府公開的資料來看起來 我剛剛除了講總共大概有100個140多個恐怖組織以外 世界各國認定恐怖組織也都很不一樣 例如說英國它覺得是恐怖組織的 美國卻不覺得的大概有三十幾個 相反的來講美國認為是恐怖組織的 英國認為不是的也有二十幾個 那所以這樣子看起來的話我想請問如果說您是負責情報收集的話 我們認定台灣認定的恐怖組織大概有幾個 我們目前針對國際的認定 因為我們沒有發生這樣的一個恐怖 我了解但國際的認定 我看世界各國即便沒有發生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們自己一定要有一個認定 要不然我其實不太了解說像是這個 我們說這個追溯外籍人士的背景啦 外籍人士需要這個入出境要留這個臉部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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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的這個重這個 臉部的特徵啦 或是說我們提到這個很多的 列測等等的激進分子我想要知道 你一定要是知道哪些恐怖組織 才會知道我們要列測的這些激進分子是哪些人嘛 所以我要再問一次 因為我必須要如果是情報的部分 例如說我們也提到阻絕境外啊等等的 我們要知道是阻絕哪些人為境外 所以如果是機密的部分你們不用講沒關係 但至少告訴我根據台灣的認定我們有多少個 因為像英國很清楚啊英國就是五十六個 美國五十八個美國是五十六個 歐盟大概二十八個 所以每一個國家大家至少負責專責研究 我們要知道我們說阻絕境外 我們要列測的這些組織幾個 才知道他們的人大概多少人嘛 我們是幾個 目前我們就是依據國際上所發生的 因為我們沒有立即的威脅 所以我們是低度我們被列為低度恐怖攻擊對象 我們是在國際上排名 有一個機構有這麼研究 我們是第113名 我了解 所以我們這麼低度當中 我們不能說我們沒有警覺性 所以我們只能說現在最不定向攻擊的 會產生這個攻擊現象的 也就是ISIS 所以我覺得局長 所以我們只有界定ISIS的這個恐攻 所以我們現在阻絕境外的相關這些的名冊 是只有ISIS這個組織的人嗎 其他的這一些 我剛剛講有一些五十幾個 東南亞地區的 所以我覺得我現在回過來講 我覺得這樣聽起來我覺得蠻不保險的 因為我們連哪些單位我們認定為是恐怖組織 我們其實都還蠻虛幻的 那我這樣子直接舉例來問好了 伊斯蘭國算是我們認定的恐怖組織嗎 是的 算嘛 蓋達組織算是嗎 是 奧姆真理教算是嗎 不算 不算 可是他是我們的友邦 美國加拿大都認定喔 我們又認為不是 但是他的發聲都在他境內 那這個穆斯林兄弟會是嗎 有可能 這個在全世界只有俄羅斯認為他是 對 所以我們台灣也跟俄羅斯 因為他會受宗教的影響 所以聽到穆斯林你就覺得有可能是 有可能 我想這個在全世界所有 包括台灣穆斯林的人 大家應該都不會接受 那哈馬斯你認為是嗎 哈馬斯目前沒有這個立即的威脅 在歐盟跟美加都認為是 那我回來講 東土耳其斯坦伊斯蘭運動你認為是嗎 不是 這個在美國跟中國聯合國都說是你說不是 每一個國家認定的不一樣 不是這連聯合國都說是 那聯合國他有他的考量 好那世界維吾爾大會 世界維吾爾大會對我們沒有立即的威脅 東土耳其斯坦解放組織 沒有立即的威脅 所以我剛剛這樣子講下來 我發現我們的這個反恐的整個政策 那我們在負責反恐的人 我們提到很多執行面的事 不管是舉足境外 咀嚼境外 或是說要列測 外籍人士來台他們追尋 追求他們源頭的這一些身份等等 但是我們卻沒有真正列為哪些是我們的恐怖組織 的列表 那怎麼樣去列這些恐怖組織 他們可能有哪些人 這個我就覺得非常的莫名 我就非常的沒辦法覺得有被說服啦 那包括我剛剛講的 有一些是全世界只有俄羅斯認為是恐怖組織的 結果你說我們也把他認為是 那有一些是美加 認為是的我們覺得不是 有一些聯合國認為是的我們覺得不是 那怎麼會有俄羅斯覺得是的我們覺得不是 結果聯合國覺得是的我們覺得又不是呢 這個我覺得整體來講 我看了大家的這個報告以後 我作為一個 這個在台灣雖然我們認為 我們希望台灣不要成為這個恐怖攻擊的這個對象 但是因為不希望發生這個事 所以覺得前面的準備應該要充足 那結果最源頭的準備看起來是最不充足的 無論我們剛剛講後面所有執行面多麼的充足 結果我們的列表是那麼的不確實的話 那我覺得是非常 我甚至於會覺得我們是不是真的有一個列表啦 我們講說我們有列表 如果我們連組織都不知道的話我們怎麼會有列表 我會有點懷疑是不是完全就是仰賴APIS或是TSC他們上面的列表 我們沒有自己做任何的列表或研究 那所以這一點 剛剛我們也提過了 有一些事情希望未來能夠精進 那我相信精進的方向不會是執行面的事情 因為恐怖攻擊發生以後 我們有很多這一些相關發生很大的傷亡的應變 包括過去的天災等等 我相信我們各個單位對於這個重大 傷亡事件我們要怎麼應變 都有一些相關執行的SOP 但是我們最重要的是源頭的掌握 那我剛剛的這個質詢的過程其實只是希望讓大家發現 我們並沒有自己的一個很重要的這個源頭的政策 以及列表 我們連我們自己哪些恐怖組織算是對台灣可能有潛在威脅的 也沒有做一個清楚的這個徹查跟列表 所以在這邊希望我們在未來去研究的時候啊 因為大家還是要有一個基本的觀念 就是大家我看到所有局處 十幾個局處大家做的這個共同的報告跟研究 大概都有提到說大部分都是這種幫派型的 其實幫派犯罪組織跟恐怖組織又不太一樣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因為針對恐怖組織去做的任何的這一些工作 情資的蒐集都有可能侵犯到人民的權利 包括自由的限制等等 所以我才會說 界定誰是恐怖組織是很重要 要不然你有可能去侵犯到一般人民團體 包括我們的這一些外籍人士在內 所以希望這一塊我們要先確定源頭 才不會動輒變成是侵犯到一般的人民 包括國內外的人民 那這個我想跟人權會抵觸的時候 我們要更小心源頭很重要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主席有請外交部次長 請外交部次長 在上禮拜比例史恐怖攻擊事件當時